下拉式选单 假设我今天要让它产生作用 那该怎么转解程式呢 首先的话 在这个下拉式选单 第一个你记得要把这个 这个Auto-Costback 这个打勾 那这个我刚刚讲过就是说 打勾之后呢 就不需要再按一下按钮 它等于是说 直接就帮你按一下按钮的动作 就一次完成了 下拉之后就可以跳到 那一个动作 所以接下来的话 直接在这上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呢 它就会跳到这边有一个事件 其实这个叫做事件 这什么事件呢 就是 D... 这个叫什么 Drop down list 1 那我们刚刚名称名改的话 就是Drop down list 1 那它发生了哪一件事情 哪一个事件呢 就是Slide Index Change 就是说 它下拉的这个动作被改变了 也就是它使用着点的哪一个 哪一个选项 哪一个选项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撰写层次 那怎么样去做修改呢 我们在这里 当然我要知道什么 它点了哪一个生肖 所以我生肖的名称呢 有没有 它如果点了里面的 比如说点了户好了 那后面我只要加上什么呢 点这一批区 然后呢 给什么呢 给那个 Image 的那个 Image URL 的那个 什么路径 把那个属性更改过就可以了 有没有 所以呢 我这个程式传言 怎么办呢 第一个也是 Img ImgA 有没有 它的一个属性 因为我要更改的是 那一个图片控制 像里面的图档 所以呢 图档的连结叫什么呢 它的一个属性叫Image URL 这个属性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下拉式选单 所以下拉式选单 我刚刚没改名称 所以叫做DD DropDownList 所以我先打一个D DropDownList1 有没有 预设值 当然你等下也可以改成DDL1 DDLA也可以啦 那这个名称 当然你如果没有改的话 就是DropDownList1 那这一个 点Tester 它有一个属性就是Tester 但是呢 这个地方呢 还缺什么呢 缺负档名 因为我点了 比如说我点了5好了 它回传回来 这个名称上面就是一个5 后面负档名怎么加 就是串联在一起 串联还记得吧 and的意思 这个地方and的符号是串联 and的后面加上什么呢 负档名 那负档名是一个字串 所以呢 我就用双引号 前后都加 点什么呢 ZPG 这样的话呢 我就会直接查到 到底使用者点了哪一个 并且后面加上点ZPG 就给什么呢 给这个image 什么控制像 它有一个那个 图片的UIL 就是它的路径 那就直接传给它 后面传给前面 这样子它显示出来 就好了